各位同心大家好 有精神吗 有喔 感觉起来蛮有精神的喔 我很少会上这个时段的课 我大部分都是上礼拜六的晚上 礼拜六晚上都 整整天啊有没有 又刚吃饭都昏昏欲睡 很累的有吗 我都会问说 整整天脚痠会痛吗 会一定会痛 因为我是过来人嘛 我也是跟你同样啊 也是送出高级 这样上过来啊 所以今天啊 其实我们人数这样 我们就比较轻松一点 如果是上课的当中 给你问话 你可以给点回应 这样会不会睡觉 好吗 来我问看看 在场的同心 有没有是自己看报章杂志来的 没人给你介绍喔 你自己看来 有喔 网路这些喔 看一看的 自己去找 找来最后的 YouTube 厉害喔 大家给他掌声鼓励 为什么会这样问 因为啊 其实呢 台湾民政府 在这一年以前 很少有报章杂志的报道 大概在这一年 整个局势的转换 不管是网路 报纸 新闻 都会看得到台湾民政府 的报道 所以每一期喔 从现在开始 每一期 我们就很多都是有自己 看网路自己来的 这个代表什么 这代表法理是正确的 你自己看一看 你不用人介绍 你就会来啊 我们有很多这种学员 那我再来问 有人 是被逼来的 请偷偷举手 没有 有啦 绝对有的 有什么 因为我就是啊 我就是有人逼迫的 我被谁逼迫 我被我妈妈逼迫 我有一天啊 我妈妈就回来跟我说 哎 妈妈跟她说哦 教育的阿姨 跟我说 台湾啊 要多政务啊 请问 我听到这个 我会怎样 一般会说什么 哪有可能啊 你让人骗啦 对啊 对吧 我就跟我妈妈说 你不要去听那 好不哦 哇 政府 我说台湾民政府 听都没有听过 我说你不要去抬黑啦 政治喔 很黑暗耶 我跟我妈这样说 我妈就不了了之了 因为她头一次被讲嘛 我回来 又说不过我 那她就算啦 过没多久 隔壁的阿姨 又来跟我妈说 第二次 他跟我妈说 哎 不要这样啦 你不了解嘛 我妈每一周 每一周都有周办公室 这样 不然你带你女儿 去听看看 看台湾民政府 是什么 你才看你要来上去 我妈就很兴奋 他又早点来跟我说 哎 哎 不然我去做办公室 听看看 听说 半余的身份证 有多好度 有多好 你怎么会去 你们会去吗 会哦 我也跟我妈说 我不要去啦 我没有幸福啦 就跟你说 你不要去听 政治我不要 不要去抬黑 结果我妈就说 你真的不要去 我说不要 我没有用 我也说真的 我说对 他就说 三手劲 他就说好 那我自己去 我就说好 那我背你去 不然我怕他让人骗 你知道吗 我就想说 好啦 叫他不要去 他不要去嘛 他经常不用去 那我要背去啊 不然是让人骗去 要怎么 我就背去 去到那里之后呢 当时的那个周的 周长也就是现在的知识 他就说整大片子 又拿很多筋骨的 看完后出来 我也跟我问 你感觉如何 我就跟我妈回答一句话 我从小到大 读的历史课本里面 从来就没有听过 中华民国叫做流亡政府 我第一次听到 然后 在我这个年纪 政治能感是不是很正常 竞雄吗 不太关心国家大事 不太关心新闻 不太关心政治 八卦的偶尔会看 到底这个国家的局势 变怎样 反正不干我的事 每天就上班下班 吃喝玩乐 对不对 大部分是这样的生活嘛 所以呢 政治对我来讲 很陌生 我就跟我妈妈讲 我真的听没话在说啥 而且啊 我读的里面 我也不知道 因为他讲的历史 跟我所认知的历史 是不同的 然后呢 我从来没有听过 什么叫做流亡政府 我说我不明白 然后我妈就 哦 他也不懂啊 然后我不懂 他更不懂 我们就回家了 又不了了之咯 结果我今天怎么会站在这里 今天 这要感谢我们隔壁的阿姨 努力不懈的第三次他又来了 跟我妈说 欸 不这样好了啦 台湾民政府喔 中央有开口 开那个初级班到高级班 不然你叫你女子女生去上班 我妈说 有可能 你先叫她生去上啦 不然你生去上 然后我妈就想说 不这样喔 她也是很兴奋的 她又回来跟我说 妹妹 这样啦 不喔 她那有开班 你去上班 我正常的反应 哦 不要闹了啦 我没兴趣 政治很黑暗 然后呢 基本上应该是诈骗的 我不要去罵 我也完全不想了解 我说我没有兴奋 我说你光想嘛 那有可能 我就这样跟我妈讲 然后我妈 都说 我就说喔 你要叫我去上 那你自己先去上啊 我妈就说 我身上最不好啊 啊 我就没兴奋啊 啊我上上了啊 聽不懂 啊就你有兴奋 你最聰明 你很厉害 你身上去上 我说你那样啊 先叫我去死 我不要 然后 我妈呢 就使出她的杀手键 从早到晚 我如果是在看电视 她就走来 你不是在看电视嘛 你有赢啊 我说 我没有赢啦 我没有赢 结果最后我妈 实在是使出她的颅工 最后怎样 屈服了没 屈服了 因为什么 又有好 我就想说 好啦 如果是我妈 会感到欢喜 我就去想啦 想想了 我才回去跟她说 就好了 我是这样想 结果 我就一个人 然后跟各位一样 来到这里上初级班 从早做到晚 坐到腿很痛 三天两夜 上完之后 我很认真上课哦 请问 你们猜哦 我相信了没 上完初级班 相信了没 相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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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起来这么单纯哦 初级班上完就相信了 没错 我初级班上完就相信了 我马上 初级班 三天两夜上完 我就相信了哦 我不但相信了 我还满怀满腔的热血 我随时就会给我们朋友 我就跟我朋友分享 我就跟她说 我跟她说 台湾的这个国际地位 那那那那那那那 然后台湾民进会 那那那那那那 我说完之后 我们朋友喔 真的是我的好朋友 够工 他靠给我 我就说怎么样 你觉得怎么样 他就说哦 我哦 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 我说为什么 我查了一整个晚上的网路 还跟我老公 讨论了一整个晚上的网路 我实在你哦 十几年哦 我知道你的高兴 你绝对让人骗了 我说这幾位 哪个很熟悉的 我说 怎么说 你啊 的个性哦 很容易相信事情 又单纯 然后又懒惰 你一定没有上网去查 对不对 诶 被他说中了 我真的没上网去查 不愧是我的好朋友 我就跟他讲 对啊 我没有上网去查 啊 网路上都写 台湾民政府是诈骗集团 你还去相信 我说哦 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我比你聪明 我说我比他更聪明 有什么 我说 蛤 查 网路查 网路查 民定有什么 正面吗 有负面呢啊 我就直接跟我朋友讲 我就跟他讲 我比你聪明 为什么 台湾民政府成立 那是几个月的事情 台湾民政府成立 不是几个月呢 已经好几年了 这么多年来 台湾民政府里面 有多少的博士 碩士 律师 医生 这些高知识分子 都来参加台湾民政府 如果他们的知识 跟智慧 可以从法理里面 找出问题 绝对比我还要尖身 还要尖锐 认同吗 我说他们都相信了 我凭什么不相信 我提出的问题 绝对马上一定有答案的嘛 所以我说 你说我贫团 我是贫团 不过我比你更聪明 我贫团更聪明 我说我不去查 你看到现实面 就是这样 就这么多的人 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诈骗集团 早就被抓走了 不去给他制一个 叛国罪 一定是合法的嘛 我说你很简单的原理 去想一下 就知道啦 我说他还可以 这么多年的这样子生存 然后我朋友就问我说 好啦 那不然我问你 如果你真的觉得 这个是对的 那 上面有写 就金山和平条约的第二条 日本不是已经放弃 台湾澎湖的民力请求权了吗 主权权力了 为什么你们还说是日暑美战 我怎么回答他 我跟他说 我跟他说 我下礼拜上完高级班再告诉你 因为我也不办啊 法理生不生 生号 从昨天上到今天 你们觉得有清楚吗 有清楚喔 法理有清楚喔 还是很混乱 有一点点清楚 有一点点混乱 我上完初级班 我喔 上完初级班喔 我喔 列出一大堆的问题 我无法理解啊 然后我也听不懂 法理之声喔喔 不是一天两天喔 就可以 马上读得会的东西 我上完高级班之后呢 我还是没有完全懂 我是一直到哪 什么时候 里面喔 有很多的前辈鼓励我去考俊手 我考俊手 我自己读什么 新台湾论 我读完之后 去考俊手 我才把所有的问题都得到答案 所以呢 你有任何的 台湾地位的法理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会主张日暑美战 这各方面 书里面都有解答 所以这就是那 最基本的法理强势一定要有 我有跟我朋友讲 一件事情都有正反两面 对吧 你没有来上课 你没有来了解 你只看到它的负面 你怎么能判定 这件事情的真假 对错 如果我给它的机会 我看到了事情的正面跟反面 我才能够说 这件事情的对跟错 是不是 所以人呢 要懂得给自己机会 重点是 来家想念喔 要了解什么东西 一定得清楚 台湾的历史 这是很重要的喔 台湾的地位 如果今天 今年 秘书长说即将执政 即将执政的那一刻 2400万的台湾的民众 来跟你问 台湾的国际地位 为什么变成日俗美战 你怎么会改双 最基本的法理强势一定要有齁 所以今天呢 我会带大家来看 我努力的解释最基础的一些 台湾的历史轨迹给大家知道 好不好 我们来看到 我们来看到 有没有看到 这个地图 猜猜看 这是哪里 又看看 没关系啊 这个地方是哪里 台湾 哪里 琉球 哪里 不知道 十三十四世纪的时候呢 欧洲人打开大航海世代 从日本琉球 来到这个岛屿 哇哦 那这水 好美丽哦 然后结果欧洲人呢 当时他们有一个名称叫 FORMOSA 也就是美丽的意思 他们就将FORMOSA 赐给这个岛屿 也就是美丽之岛的意思 FORMOSA是哪里 是哪里 台湾 可是有没有觉得 这地图怎么切成三块 台湾是一席寒吉啊 哪里製造三个 因为这是最早期的 台湾的航海图 他当时的航海图的技术 还不是很发达 所以这是台湾 也就是画错了啦 可是这是我们最早期的台湾 也就是FORMOSA 赐给台湾 这个美丽的岛屿的意思 那大家知道 最早 来到台湾这块岛屿上 活动居住的民族是谁 日本 还有吗 还有吗 哪里 葡萄牙 西班牙 荷兰 大部分是这样嘛 对不对 这是不是我们学到的历史知识 中华民国 流亡政府给你的知识 结果最早来活动的是谁 日本 日本喔 在十三十四世纪的时候呢 日本呢 就已经在台湾这块岛屿上 居住跟活动 至少比中国提早三百年以上 而且呢 在一直是到1633年的时候 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 禁止日本人赴海外活动 才停止的 有没有点差异性 甚至是说 大家所历史课本读到的荷兰 1624年 荷兰或什么 日本的德川幕府许可 从澎湖进到台湾 也就是佛莫萨这块岛屿占据 荷兰要进来的时候呢 每年还要向日本的德川幕府 禁购三万张以上的鹿皮 日本才说 你再来 所以 最早期在台湾居住跟活动的是谁 日本喔 那荷兰齁 为什么要来到台湾 大家知道吗 东方人最喜欢 东方有什么 西方人最喜欢东方的什么东西 陶瓷 还有什么 丝丑 有没有 瓷器跟丝丑啊 当时对日本来讲 相当于黄金一样有价值 所以荷兰那时候怎样 也想要分一杯羹 那他想要 去赚这个 龐大的经济利益的时候 他要不要找一个转运站 连接东西方的 苏纽嘛 这个运输 所以他那时候 原本一开始是找澎湖 结果澎湖呢 离当时的中国 是谁统治 大明国 他就跟他说 嘿 离我们太近了 所以他就出兵 把荷兰赶出澎湖 那他第二个地方选哪里 选台湾 所以荷兰人来到台湾 占据的时候呢 他是为了将台湾当作 经济利益的转运站 请问他会好好的对待 台湾的人民吗 不會 会不会好好建设台湾 不會 所以有没有去过 柔毛城 在哪里 台北淡水 有没有去过安平古堡 有 是当时荷兰所建的 勒兰之城 这是他们留下来的 军事基地 也就是 控管台湾人民的军事基地 也就这样 所以呢 不會好好建设台湾 也不会好好对待台湾人民 我讲的这都是 等一下后来会有关联的 那 所以呢 这代表什么 十六十七世纪的时候呢 台湾已经奠定一个 很重要的 经济枢纽的位置 但是呢 但是什么 中国的汉民族 他到这个时期啊 他也不知道地球是圆的喔 你在地球是圆的 他整个就是属于 索国政策 这样跟我们台湾 会有什么 文化上的落差 他会造成以后 历史的悲剧 所以从现在开始 有没有觉得 跟你原本认知的历史 有点不太一样 纲五 如果有的话呢 从现在开始 要打开你的心胸 接受国际观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给我们七十年的教育 一直都是属于什么 错误的历史知识 索国的历史知识 只教他想教的 之前是不是有新闻在报 课纲微调 抗议 大家知道学生 为什么要抗议吗 学生知道 为什么要抗议吗 知道 知道 知道为什么要抗议 对 串改什么历史 就是 连我的那个小子女 很多人都导致成错误的观念 我们都什么 最厉害的就是熟悉 康熙 乾隆 雍正 慈禧 有沒有 那是中国的历史 跟台湾有什么关系 结果台湾的 台湾真正的历史英雄 大家好像应该都没什么印象 有没有发现 洗脑 慢慢的你就会感受到 阴谋很可怕 而且连现在 一整年 学年度的学生 全部都改成中国历史 诶 有 有学生在点头 很奇怪 对吧 你怎么想都觉得很奇怪啊 以后我们小孩的下一代的教育 会变成怎样 很忧心诶 诶 不能按 下一张 哦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 Formosa一个政权轮替的轨迹 1624年日本让与荷兰 1662年荷兰让与政成功 1683年正式王朝让与大清帝国 1895年大清帝国让与日本 1945年4月1号 日本正式将台湾编入国土的一部分 1945年10月25日 因日本战败 被中国人降临到今天 好 这是我们大概的一个历史的政权的轮替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 荷兰的东印度公司 他来占据台湾 对不对 请问 荷兰占据台湾的期间 有没有拥有过台湾的主权 有没有 没有 为什么 原因是什么 有没有看到荷兰的领土有下管辖范围 有给予全岛吗 是不是只有一点点而已 荷兰没有拥有过台湾的主权 因为呢 他在占据台湾的期间 领土有下管辖范围 不及于 FORMOSA的全岛 这样了解了 那谁把荷兰能赶走的 郑成功 郑成功 有没有拥有过台湾的主权 没有 原因是什么 原因 一样 有没有看到郑成功领土有下管辖范围 只有哪里 有没有西半部的一点点而已 因此 郑成功呢 领土有下管辖范围 不及于FORMOSA的全岛 因此 郑成功没有拥有过台湾的主权 我这样了解吗 郑成功为什么要来台湾 为什么要把荷兰能赶走 为了什么 对 反清复明 如果 对 他如果为了反清复明 把台湾暂时当作军事基地 请问 他会好好对待台湾的人民吗 不会 会不会好好建设台湾 不会 那到目前为止 台湾都还蛮落后的 经过荷兰 郑成功 再来 谁把郑成功赶走 大清帝国 对不对 1683年 大清帝国占领台湾 有没有看过这个地图 大部分的人没看过 这个地图是哪里 大家知道吗 台湾只有一半 台湾的西半部 东半部去哪里了 不知道 为什么会特别做了一张 只有西半部的地图 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这是台湾喔 意思是什么 大清帝国 有没有拥有过台湾的主权 有没有 没有 为什么 为什么 原因 是不是一样的 大清帝国呢 一直到1895年 大清帝国对台湾领土之有效管辖 大清帝国 最起码它也有兵啊 有人啊 说没钱 他也是有钱啊 可是200多年来 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他为什么不去管理我们 占据我们的东半部 为什么他不把整个台湾都统治 为什么只有统治西半部 为什么 高沙族太厉害 有看过赛德克巴莱是不是 有没有看过赛德克巴莱 你进来我的猎场就 沙头 除了这一个之外 跟他们打仗很辛苦之外 还有什么 有原因 原因是什么 大清帝国所认知的台湾 刚刚大清帝国把正成功赶走的时候呢 师郎嘛 有听过对不对 那时候呢 大清帝国的皇帝 他就说 我没想到爱台湾这块土地 司郎就说为什么 因为啊 台湾啊 里面很逢的啊 而且他是一个荒芜的化外之地 什么意思 我们刚刚有讲 荷兰有没有好要建设台湾 没有 正成功有没有好要建设台湾 没有 那接下来是不是大清帝国 到他手中的时候 台湾一定是还没有什么开发跟建设 建设要不要花钱 要 管理要不要人 要 人要不要薪水 要 也是要钱 因此大清帝国的皇帝就说 我没想到爱这块 看起来很不幸的土地 我感觉他离我祝福的 我没想到爱 可是师郎就跟皇帝讲 不行 你要把他佔领起来 为什么 如果又被人家拿去做反清复明的基地 要怎么 对吧 皇帝就说 这样对啊 但是我没想到开钱了 要怎么 司郎就给皇帝一个建议 文武官员全部采用什么 班兵制度 台湾仅为弹丸之地 得也好 不得也好 什么叫班兵制度 我刚刚也讲到文武官员 文官就是像现在县市长 起官兵嘛 起官兵文官 这个司郎就说皇帝你这样 你就把这些官员派去台湾 然后给他们三年为一任 然后他们如果在这里呢 意思就是三年时间一到 就一定要回到中国 也就是要回到大清帝国 就帮他们升官加薪 这个叫做利诱 然后再威胁 你把他的家眷全部都扣留在大清帝国 不要让他带去台湾 这样他就不会在台湾落地生耕 然后他就不会在台湾反清复明 所以威胁加利诱 把人派来台湾 派来台湾 请问坐船坐车 要不要扣个一年的时间 半年啦 来到台湾之后熟悉台湾的民俗风情 礼礼相礼 环境要建设 要不要差不多快一年 要吧 等他拿起笔来要写企划书的时候 不好意思喔 你要回去了 如果是这样 如果是你们 会好好的做事吗 而且上头完全没有要求你 要做政绩出来喔 他直接就讲 庆菜冠冠的就好了 要不要贪污 要 当然要贪污啊 反正面调没贪啊 三年回去我升官又加薪 然後呢 五官怎么办 管理台湾这些人民 要不要警察 要不要兵 要不要 司郎就跟皇帝讲 你就从喔 大清帝国里面那些 无业游民 没工作 你都找来 也是三年为一任 叫他去台湾 如果是这样 请问 台灣会获得良好的对待吗 能贪污就贪污 能欺压百姓就欺压百姓 再加上台湾不足成 什么叫台湾不足成 完全不建设台湾 做到最低限度 皇帝说 我不是想要开始在台湾啦 那个县市政府都不用去 去那三年三四年 要倒的那就好了 要知道了解 因此 212年当中 台湾呢 在大清帝国的占据之下 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乱 也就是当时的社会动态 这样大清帝国有没有好好对待台湾人民 有没有好好建设台湾 没有齁 诶 都没有 所以大家知道 为什么东半部 他没有去管理吗 西半部干丹的统治就好了 东半部还要跟高沙族打仗 还要翻山越岭 然后还要剑桥铺路 是不是很麻烦呢 所以 212年当中 东半部都没有他统治的痕迹 大清帝国一直到1887年才完成台湾的建设 换句话说 大清帝国在占领台湾FORMOSA的西半部的时候 204年后才宣布将台湾并入大清帝国的版图 请问有没有成功 有并入大清帝国版图吗 没有哦 没有成功哦 为什么 因为刚刚是不是有讲 212年当中 控制台湾领土的有效管辖范围 台湾跟澎湖以前是他的 请问 大清帝国有没有拥有过台湾的主权 没有 中国有没有拥有过台湾的主权 没有 所以台湾跟澎湖从来就不属于中国 那你了解 所以中国呢 以前哦 知识落后嘛 锁国政策 一直以来 文化各方面素养都跟不上国际 所以 国际战争法也不懂 以前以为台湾跟澎湖是他的 现在不敢说啊 他只敢讲台湾跟澎湖是他的 核心利益 你了解 但是呢 在我们的认知里面 我们被冲击了些什么文化 有没有文化被冲击 有 包括 这个礼拜 大家就会知道 要去过什么 中秋节 我们还被冲击了什么文化 我们第一个最先要了解的 平埔族跟高沙族 原本我们居住在台湾的住民 我们的 台湾的文化是什么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有什么台湾 这么没法 河南来占领就被占领 郑成功来占领就被占领 大清帝国来占领就被占领 台湾都没有自己的国家 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原因是什么 台湾呢一直以来都不能称为一个国家 因为呢最早期我们是不是平埔族高沙族一个部落一个部落之间 阿美族有阿美族的语言 泰雅族有泰雅族的语言 是不是 每一个族的族语不太一样对吧 没有共同的语言 没有文字 没有书 因此 他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国家 成为一个国家有条件嘛 你要有共同的语言 要有制度 要有文化 要有书 可是呢在这彼此之间 各个族里面各个部落里面 他没有整合 因此很容易被外来的民族给统治 但是最早期属于我们台湾本土台湾人的文化是什么 没有文字 没有书 只有代代相传灵魂不灭的勇士传说 哦 我们的主灵怎么样怎么样 下一代 这样子传承下去 没有文字 没有书 那我们被影响了什么 知道我们大部分的高沙族都信仰什么叫 基督教对不对 为什么会信仰基督教 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哦 美国信什么叫 基督教 天主教 对吧 日本 拜什么 神社 日本是不是 拜神社 如果讲到这个国家 你是不是第一个印象 你就可以反映出他的文化 台湾信什么叫 台湾信什么叫 佛教 道教 基督教 回教 睡觉 最爱睡觉 台湾的教 有没有觉得很多 可是台湾就这么小 人家美国这么大 你可以直接就讲出 他们的文化信仰 那台湾的历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从以前到现在 为什么会造成台湾现在这样的文化 有这么多的不同的信仰 最早期我们被冲击的 那时候荷兰是不是有占领过台湾 那个时候呢 除了将台湾当作经济利益的转运站之外 他还做了一个重点 他将高沙族的长老聚集起来 让他们信仰基督教 因此流传下来 大部分的高沙族都是信仰 基督教 他们有一个传教的重点 那还有 很多人说明天要去烤肉啦 春节 端午节 中秋节 元宵节 清明节 中元节 七夕 过年这些中国的节日 请问 是不是本土台湾人原本的节日 哦不是大家都很聪明哦 那不是谁的 中国带过来的是不是 212年大清帝国占领台湾的时候所影响的文化 所以他不是我们本土台湾人的节日哦 那这样明天还要不要烤肉 要 还是想烤 要不要吃月饼 已经吃了 所以哦 台湾民政府执政之后 台湾民政府执政之后 秘书长有讲 我们将 东西方最好的制度 最好的文化 来运用在台湾 好不好 如果今天我们烧金纸 它会破坏大际层 我们改成鲜花 好不好 不错啊 是不是 如果今天呢 东西方的文化 不好的 我们不要学 我们就学它的优点 还有它的制度 规则 来将台湾创造出属于本土台湾人的文化 有没有很期待 这才是真正能够救我们下一代的 因为我看到那个妹妹刚刚讲课干微调的时候 一直点头 不要再让 现在的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来苦毒我们的下一代好不好 要一起努力哦 所以大家要了解的是什么 台湾呢 从以前到现在最早期的文化是什么 灵魂不灭 大概我们平埔族高沙族之间的传说 再来就是荷兰统治期间有被影响了基督教 再来呢 大清帝国的时候影响了中国的文化 所以这样集体潜意识的文化会造成很可怕的魔咒 这魔咒就是怎样 隔壁的阿姨来跟我说的时候我跟她说不可能 阿姨了解啊 这就是集体潜意识的洗脑 中华民国从来你就没有听过 我从来没听过啊 什么叫流亡政府 原来是我没有知识我没有尝试 其实等一下大家会看喔 我等一下会给大家看 新闻早就报过了 1895年的时候大清帝国正式将台湾跟澎湖割让给日本天皇 有没有看过这张合约书 有的有看过有的没看过 大部分没看过 条款里面喔 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 跟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 皇帝陛下跟皇帝陛下签的 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 澎湖列岛及尾渡什么什么什么巴拉巴拉 有没有 写得很清楚 这一章看起来很像什么 契约书 很像土地的所有权状像不像 这就是台湾跟澎湖的土地所有权状 这个就是在甲午战争所签订的日称下官条约 没听过就是马官条约啦 日本称作下官条约 所以这一个条约听清楚喔 从这一个条约一直到今天 包括旧金山和平条约 没有任何一个条款 有在将台湾跟澎湖给割让出去 没有任何一个条款 有在将台湾跟澎湖给割让出去 因此当大清帝国把土地所有权状 签给日本天皇之后 一直到今天土地的所有权状都还在 日本天皇的手中 没有拥有过台湾的主权 他怎么可以割让台湾对不对 对 这个也是我当初上文初级班有的疑问 量 所以你那个那一本 你那一本是新台湾论吗 你有买了 我跟你讲俊首去考考看 你就会知道里面有答案 我当时也列了很多条 我也觉得很奇怪啊 不是大清帝国只有拥有一半吗 为什么他还可以割让台湾 可以但是他原本就不合法 你从里面看你会有更深入的答案 你才有办法理解整个法理的状况 所以台湾的法理地位 从以前的历史一直到现在 它的扑朔迷离 其实中间有很多是错误的 但是你从这个新台湾论里面 它会有答案 你一定要有一个顺序的从头到尾 你就会很清楚了 那接下来我们割给日本天皇之后 我们就进入什么时期 日治时期 大家知道日治时期几年 五十年 五十年跟212年比起来 它长还是短 很短齁 那我们刚有讲 荷兰没有好好建设台湾 郑成功没有好好建设台湾 大清帝国也没有好好建设台湾 换到日治时期的时候呢 如果这个时候没有好好建设台湾 请问台湾的经济奇迹跟亚洲四小龙 什么时候来的 日治时期来的 知道日治时期做了多少的事情吗 可是呢 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以前会有一个疑问 诶 好像 你们啊 老师都讲 日本对我们台湾好都好 可是呢 在我的认知里面 好像还是有一些抗战啊 抗日啊 诶那个记忆是怎么一回事 原因就是日治时期 其实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 前期大概二十年 左右 中后期大约三十年 所以刚开始呢 前期是 有五官厚藤辛平 来到台湾 他当时呢 是用严密的 德国式的殖民主义 来控制台湾的社会 有没有看到这一个图 这是啥 帝哥到蔡兜 帝哥到蔡兜 用这 跟日本打 请贏阿苏 贏还是输 一定是输 你帝哥到蔡兜 哮哮哩 说不定 蔡兜就背了 对吧 所以输 可是呢 大家知道吗 厚藤辛平 带兵进来台湾的时候 日本兵 没多久就死了三四千个人 怎么死的 生病死的 为什么生病 瘟疫 脏乱 不是水土不服 是什么 台湾啊 太脏了 我们啊 刚刚是不是有讲 荷兰 郑成功大大清帝国 都没有好好的管理建设台湾 对不对 一直到日本进来台湾的时候 台湾都是非常的脏乱 知道台湾有多厉害吗 我们用垃圾 撒死日本兵三四千人 那有搞不好 有很厉害喔 所以呢 但是呢 代表什么 台湾真的很脏 所以呢 但是呢 日本呢 他还是用什么 适可杀不可辱 来记录我们台湾民族的这个精神 结果呢 他这个厚藤辛平 有过 他有没有公 他有没有公 有喔 他的功劳是什么 他一来到台湾的时候 他就觉得很奇怪 东半部怎么都没有人 治理过的痕迹 他马上就提出问题 欸 那我是怎么办 这个台湾割给我 可是东半部 没有大清帝国统治的痕迹 我要拿台湾的东半部怎么办 美国告诉他 你要像美国征服印第安人一样 用武力征服 因此大家有 记忆中的 有没有一些物色事件啊 然后还有日本兵在征服 我们东半部高砂族的一些记忆 这就是必须要用武力征服 控制台湾之后 才有办法落实建设跟制度 是吗 因此呢 厚藤辛平他在这一方面呢 就做到全面性的控管台湾 然后他还做了什么 请问有办台湾民政府身份证的请举手 很多人都有办喔 谢谢 你们办台湾民政府身份证的时候 请你们去申请什么东西 户籍腾本 户籍腾本什么时期 日治时期 日治时期的户籍腾本 为什么不是大清国时期的户籍腾本 大清根本没有 大清根本没有 对喔 212年当中 他完全不管台湾人的死跟活 一点都不想给你们关心喔 一直到了日治时期的 厚藤辛平进来的时候 做了什么 户口普查的动作 他将你家家户户 你们家有几个人 都把你丢杂得清清楚楚 这有没有重视 有 所以一直到现在还在沿用日治时期的户籍腾本 还做了什么 生物学科学农业工业 卫生教育交通警察等发展 这些发展做了之后 一直到了1904年 台湾的财政已经完全可以自主 不需要日本的中央补贴 公共建设甚至比日本的内地还要先进 台北的下水道覆盖率是亚洲第一高 没打破了 没感觉很厉害的吗 有没有突然觉得台湾从很落后的地方 突然变成 亚洲第一了 有很厉害吗 这里有个重点 台湾的财政可以完全自主的重点在什么 你们没有觉得很奇怪吗 台湾是一年山收物产丰饶的国家 怎么可能会没有钱 就是没有好好的开发跟建设 因此日本呢 大规模的投入建设之后呢 原本建设要不要钱 要 到了1904年的时候 台湾已经完全可以自给自主 不需要日本再拿钱给他 甚至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他还成为日本的大米仓 所以日本有很有眼光 有没有很有眼光 因为他知道台湾是一块宝岛 那到了中后期呢 中后田建智郎的时期 他是文官田建智郎 当时首相袁靖 他们做了什么动作 那时候他就说 台湾真的很不错 要不要把台湾啊 骂为我们自己的国土 如果是你要不要 当然要啊 保岛耶 可是要怎么做 依照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 你必须先做一些 皇民化运动 因此他们做了一个什么 内地延长主义政策 皇民化运动 最起码你是同一个国家 要不要有共同的语言 共同的文字 共同的信仰 要不要 因此让台湾如日本人 一般效忠天皇 然后废除大型 武士 佩戴武士刀 日台共学 日台通婚 派任 优秀最棒的建筑师 来建设台湾 这是重点喔 有没有听过八田语义 很多人都有听过他 一位深爱台湾的日本人 一个震撼亚洲的伟大工程 八田语义呢 怎么让台湾变成鱼米之乡 有没有去过乌山头水库 有奇怪喔 刚刚有看到这些雕像 有喔 他在那里坐着 吐着有没有 吐在那里做什么 思考 思考什么 思考喔 如何让这些水 绵延数万公里 然后灌溉台湾的这些 稻田 然后让台湾真正成为 鱼米之乡 所以他很认真喔 台湾的嘉南大郡乌山头水库 台南水稻计划 桃园大郡都是日治时期 台湾现代重要的土木工程 甚至这个乌山头水库 是当时的世界第三大的水库 有搞不好 有没有突然觉得 突然变成世界第三大 很厉害喔 所以呢 亚洲四小龙 跟台湾的经济奇迹 从什么时候来的 日治时期来的 奠定台湾的经济奇迹 交通运输方面喔 重贯南北的重贯铁路喔 还有港口的轮船 机场的建立 开发全台的电力 水力发电 火力发电 还有资讯传播方面 也是建立有效的资讯传播网 让台湾呢 成为真正真正的一个国家 而且不是国家而已喔 还是非常先进的国家 那大家知道吗 我们当我们成为 这么厉害的国家 的时候 中华民国呢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还没有建立喔 他还没有建立的时候 台湾已经比贫穷落后的中国 进步一百年 这样的文化落差 会造成什么 以后的台湾的历史悲剧 各级行政司法 机关警察系统 护政系统 农会金融财政体系 还有普及全岛的初级教育 普及全岛初级教育 有多重要 我给你问啦 现在请你喔 就在这个地方随地大小便 没有厕所 你愿意吗 不愿意 有没有看到新闻说 中国到现在都还在路边随地大小便 有没有 有喔 现在都还有这样的文化素养的落差 可见当时差多少 当时差非常多喔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 当中华民国落后的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来到台湾的时候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惨况 所以1904 1941年 台湾每一千人平均有舞台电话 中国一直到42年后才达到这标准 1943年 台湾儿童就学率达到71.3% 中国在二十几年后才勉强达到这个标准 有没有看到这群学生 很认真的在干嘛 念书 念书贵则欸 培养什么 武士到精神 有没有 我们现在的学生好不好 还可以坐着读书 还可以睡觉 然后这个时候还要怎样 跪着 努力的 认真的 培养武士到精神 这也是喔 会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些现象喔 有没有看到这群学生很可爱 头发很整齐 然后都有穿鞋子 有没有 我妈啊 我妈妈 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她就跟我说 嘿 我小时候 脱脱的时候 又没有鞋子 躺穿了 然后 她们读书的时候 有鞋子可以穿 我妈妈啊 绝对不会是日治时期那时候嘛 不太老嘛 一定是日治时期之后生的嘛 那我妈妈 她那个时候 日治时期之后生的 没有鞋子可以穿 那日治时期有鞋子可以穿 代表什么 台湾的经济是进步还是退步 退步 我妈妈的时期是什么时期 中华民国流往政府的时候 那就是有感觉喔 然后这张是 在日治时期的时候 成立由台湾人 就读的 学校的小学 然后去跟日本的棒球队打棒球 打赢了之后呢 何影留念 代表什么 代表 台湾呢 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呢 每一个人 吃的饭 穿的热 还有时间去打棒球 如果你今天吃不饱 穿不暖 你有时间打棒球 有时间画画吗 回家做工作就不符了 还有时间去发展文艺吗 这个都是当时的经济稳定的 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成城坡有很多人认识他喔 可是很多人不知道他怎么死的 等一下我会讲到喔 有没有看到 1895年 大清帝国统治下的台湾 日治时期 改正之后的宽敞道路 这个是什么 212年 这个是什么 50年 212年 还这么脏 有垃圾吗 50年 这么穿起 有没有 两个比照 有没有马上有感觉 有差喔 有心治理台湾 跟没心治理台湾喔 就差很多 中国 终于 日本天皇呢 下达了诏书 他在这一天呢 下达了诏书 颁布了 明治宪法 1945年 4月1号 颁布了明治宪法 从此台湾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之一 代表的意义 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有没有看到这个地图 日本的地图 日本的地图 这个地方是哪里 日本 这就是台湾 台湾在日本的地图里面 喔 什么叫做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这里有个概念喔 我们刚刚是不是有看到 甲午战争签订了一个下官条约 当时签下官条约的时候 大清帝国的皇帝 把台湾跟澎湖割让给日本天皇的时候 还多割了一个地方 辽东半岛 结果呢 割给日本天皇之后 就有三个国家出面的抗议 稍等一下 辽东半岛是大清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不可以割给你日本天皇 也就是什么 当时大清帝国 他们的起源地发源地 辽东半岛当时叫奉天 辽东半岛是大清帝国的起源地 因此是大清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之一 不可以割让 因此日本天皇遵照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 跟大清帝国又签订了一个辽南条约 再将辽东半岛割还回去给大清帝国 因此台湾跟澎湖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的时候 请问还可以被割让吗 不可以被割让 还有下官条约一直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条约 有再将台湾跟澎湖给割让出去 这样了解吗 因此日本天皇呢下达颁布明治宪法之后 下达了征兵令 赋予台湾人参政权 这个是什么 台湾人参政权的这个当时的报导 一切依法 依照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 将台湾成功的完整的并入日本的国土之一 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什么 太平洋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是下一个议题 我们休息个十分钟再回来 好不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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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心大家好 大家好 我最好 我最好 這樣就继续喔 好不好 走一走 喝口水 有沒有舒服一點 清醒一點 有啦 動一動 好 還記得嗎 剛剛講到什麼 剛剛講到 1945年4月1號頒布明治憲法 從這一天之後 台灣跟澎湖 就成為什麼 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好 來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幾年 1941年 欸有沒有覺得 1941年 這個時間怪怪的 剛剛1945年 頒布明治憲法 1941年的時候 第二次世界大戰 代表頒布明治憲法的那一天的時候 台灣已經在做什麼了 戰爭 好 已經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囉 好 這就是台灣人歷史薄弱 記憶薄弱的地方 人家喔 國家正在打仗的時候 你們會幹嘛 如果你們是 這個國家的人民 在戰爭了 你會做什麼 你會做什麼 躲 逃命 躲起來 對不對 不是 如果不是逃命躲起來 你還會去關心 現在台灣變成誰的了嗎 頒布什麼 頒布什麼憲法什麼 你還會注意 那不是重點喔 重點就是 生命要保住 對吧 這是不是重點 所以啊 這就是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所以大家就會覺得 我們什麼時候 有成為日本天皇的臣民 怎麼好像沒有這個記憶 頒布明治憲法 原因在哪裡 因為 他跟戰爭的時間重疊了 那再來呢 還有一個地方 同盟國盟軍最高統帥 頒布一般命令第一號 也就是麥克阿瑟將軍 在1945年的9月2號 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時候 他頒布了一般命令第一號 將日本無碼分屍 重點是1945年的9月2號 剛剛是1945年的4月1號 這樣差多久 五個月齁 五個月的時間 日本就戰敗了 投降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請問 那他頒布的那個憲法 台灣成為他的領土 還有效還是沒效 有效 有效齁 今天齁 你們結婚 你跟你老婆 你跟你先生 去結婚公正 你的身份證拿過去 然後他可能三分鐘還給你 旁邊就多了一個人的名字 你可不可以隔天說 他不是我們公 可以嗎 他不是我們母 可以嗎 不行喔 要不要經過 法律的離婚程序 要不要 一樣啊 台灣跟澎湖 在1941年的4月1號 成為日本神聖 不可分割的領土之一的時候 沒有 任何一個條款 有在將台灣跟澎湖 給割讓出去的話 台灣的領土主權 就還在誰的手上 日本天皇的手上 但是呢 這個同盟國盟軍 麥克阿瑟將軍 頒布一般命令 第一號的時候 他將日本 無碼分屍 有沒有覺得很可怕 為什麼這麼恨他 因為日本的帝國主義 在當時有沒有很強 很強 日本偷襲美國的珍珠港 美國在日本投下兩顆原子彈 所以因此 美國為日本的主要戰勝國 主要戰勝國 他有權利去分配日本的領土 但是呢 他害怕日本的帝國主義再次崛起 因此呢 他決定將日本的領土無碼分屍 俄羅斯北方四島 由當時的俄羅斯代理佔領 韓國獨島 日本本島由美國親自佔領 琉球聯合國托管 台灣跟澎湖交給誰 蔣介石集團代理佔領 台灣的悲劇來了 當時呢 為什麼 美國要派蔣介石集團代理佔領 其實美國想法蠻單純的 他就想說 或許 華人 會善待華人 可能語言 比較能夠溝通啊 因此 他沒想太多 就派給蔣介石集團代理佔領 結果發生了什麼事情 很多的慘案 1945年10月25 交戰國佔領日 蔣介石集團來到台灣 剛剛我們是不是有講 台灣啊 當時的水庫 是不是烏山頭水庫 有沒有世界第三大 經濟有沒有很穩定 文化有沒有很進步 公民素養高不高 很高 甚至高到什麼程度 在蔣介石集團來到台灣的前兩個月 整個台灣是沒有政府的狀態 一個國家沒有政府沒有警察 請問會發生什麼事 暴動 要不要趁這個時間搶劫 要不要 搶劫全聯 星巴克7 對不對 如果這個時間點就是會發生暴動 請問台灣兩個月的時間沒有政府沒有警察 會不會動亂 會齁 我跟你們講 台灣啊 在蔣介石集團 還沒有來到台灣的兩個月期間 沒有任何的動亂 敢相信 為什麼 剛剛有沒有看到很多的學生跪著在幹嘛 讀書 培養什麼 武士到精神 知道台灣當時在日治時期五十年 短短的五十年期間培養的公民素養有多高嗎 他們呢 完全呢不需要警察 他們自己成立智慧隊 自我管理 因此呢 這樣如此高的公民素養被誰統治 蔣介石集團來到台灣 知道他們帶的那些兵 穿什麼 草仔蝦 破蜜蜜 穿得破破爛爛的 都知道 來到台灣 知道他們 他們是難民喔 來到台灣 知道他們的公民素養有多差嗎 其中一個兵 他跑去跟雜貨店的老闆娘買了一個水龍頭 然後回到家呢 他想要裝那個自來水 他就把牆壁挖了一個洞之後 把水龍頭插進去 然後就轉 咦 他有水 怎麼沒水 沒水 沒水他就站起來 然後跑回去跟那個雜貨店的老闆娘說 你買我的水龍頭是派去的 我回去裝沒水 有好笑嗎 有沒有覺得文化素養怎麼可以滴到這種程度 連自來水是怎麼來的都不知道 這樣的文化素養 這樣的人 來控管台灣的人民會發生什麼事 很可怕的 慘案喔 所以呢 1946年1月12 將台灣人民以一道行政命令集體強迫規劃為 中華民國國籍 也就是什麼 你們現在手上拿的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沒有問過你的意願 沒有合法 直接強迫你成為他的國民 為什麼 喔 台灣哪這麼好啊 地廣 人稀 台灣當時只有六百萬的人口 他沒想說喔 喔 台灣怎麼這麼進步 又這麼有錢 嘿嘿 我們是難民 看到錢 見錢眼開 能搜刮就搜刮喔 能貪污就貪污喔 所以把你們全部變成他的人 有恐怖嗎 有恐怖喔 發生了什麼事情 有沒有人知道他不能這麼做 有沒有人知道他做的這些事情是違法的 有 知道怎麼辦 1947年的2月28日 台灣人民黑暗的歷史 是 228事件 我一開始我有講到喔 我是一個 政治能感的人 所以 當時呢 妹妹我問你 讀書的時候你讀到 228事件 你有感覺嗎 沒有太大的感覺 就是一個歷史事件 228歷史事件 我也是喔 我不會覺得 我不會覺得 228這個事件 有什麼太大的感覺 可是 當我來到台灣民政府的時候 我現在講到我都會很難過 你們知道嗎 我們現在在努力做的事情 當時早就達到了 日治時期培養的 兩萬到三萬的政治精英 裡面有什麼 醫生 老師 律師 博士 碩士 藝術家 政治家 每一個都很厲害 族以組成堅強的內閣 堅強的議會 堅強的政府 這一些人知道 台灣真正的國際地位 歷史地位 中華民國怎麼對待他 蔣介石集團 在228事件當中 把他們全部屠殺 剛剛有看到 陳陳波 是不是畫一幅畫 他在車站前面 雙手合掌 鐵絲從手掌中間 穿過去 跪在地上 砰 就地槍絕 沒有理由 沒有原因 然後呢 曝師 我們 前幾期有一個學員 他下課的時候跟我講說 他是陳陳波的 遠房親戚 然後他跟我講說 陳陳波的事件 他很清楚 一說 他的兒子女兒都在旁邊 看他爸爸就地被槍絕 槍絕之後 他兒子想要 把他爸爸的屍體 抬回去 安葬 沒辦法 沒有任何一個人 願意借担架給他 他的爸爸就在那裡 鋪絲好幾天 然後他的兒子到最後 沒辦法 去拆那個門板 有沒有 去拆那個門板 才把他爸爸的屍體扛回去 可怕嗎 你現在能夠想像 現在的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曾經這樣對待我們嗎 228 將你所有的政治 兩萬到三萬的政治精英 全部屠殺之後 再開始世界上 歷史上最強的 白色恐怖戒嚴時期 長達38年又56天 足以將在場所有的人 全部都洗腦成功 如果你晚上還敢講什麼 話你晚上就不去 你還敢講嗎 所以現在的人覺得 政治很黑暗 有沒有 從什麼時候來的 從這時候來的 然後呢 1949年的6月15號 四萬塊換一塊 大地主變小地主 三七五減豬 公然搶奪人民的財產 什麼叫四萬塊換一塊 當時呢 我跟我的弟弟 在講這個歷史的時候 我弟弟呢 他是讀台大的碩士生 這樣有 會有讀書 算聰聰人 精英 我跟他說這個時候 他就跟我說一句話 四萬塊換一塊 當時的物價通膨啊 你一定得用這樣子 才能穩定台灣的物價經濟啊 不然會崩盤破產啊 那怎麼辦 我當時呢 新台灣論還沒有讀 還沒有考驚首 我不知道 我現在可以回答我弟弟 為什麼 中華民國國民黨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 在這個時期 在國共內戰 聽到嗎 這個時間 他來到台灣 他來到台灣 代理佔領台灣 但是呢 他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還在中國打仗 打仗要不要錢 要不要人 要不要物資 來到台灣發現台灣人 這麼有錢 這麼多錢 好人這麼多 又沒有人管 怎樣 台灣所有的物資 全部收刮一空 拿去支柱他的國共內戰 請問台灣會不會物價通膨 肯定物價通膨 物價通膨 誰造成的 蔣介石集團造成的 造成之後呢 375 簡珠大地主 變小地主 工人將台灣人民 所有的財產 全部都變成他們的財產之後 多少人餓死街頭 這樣你們覺得中華民國 對你們很好嗎 為什麼現在的歷史課本 這樣的歷史事件 都是淡然帶過 我們沒有要造成 任何的對立 但是本土台灣人 沒有辦法切切了解 屬於本土台灣的歷史 這樣公平嗎 這樣是不公平的 所以 當時的惡性的通貨膨脹 台灣政治方面 陳疑 行政司法 立法 軍事大權 全部 給予一生 然後嚴重的官僚 作風 與當時日治時期 紀律嚴明 高行政效率 形成強烈的對比 有空好不好 有沒有可怕 如果我們問 美國為什麼不管 你是台灣的主要戰勝國 日本的主要戰勝國 你也得管管我們的人民啊 你有你的義務存在啊 已經被蔣介石集團 這樣子亂搞 惡搞 屠殺台灣的人民 然後還經過這樣子 完全不合法的動作 這樣的戒嚴 你應該要給台灣人一個公道啊 美國知道 但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1949年10月1號 中華民國於國共內戰戰敗 他當時就成為了流亡政府 我終於知道齁 什麼叫流亡政府 一個政府 當他被趕出他的領土首都 當時中華民國首都在南京 他被趕出他的領土 也就是他的國家領土範圍的時候 他就成為了流亡政府 也就是中華民國 現在的中華民國 他要恢復他的政府 他正常的國家的身份 他要回到他的首都哪裡 南京 所以大家有沒有記憶 之前中華民國都叫我們要什麼 反攻 大陸 大陸是他的大陸 跟台灣人有關係嗎 沒有關係齁 有沒有欺騙你們 有 說你們都是他的人 你們要陪他一起反攻大陸 是他自己成為了流亡政府 中華民國流亡在台北 所以這個時候成為流亡政府的時候 美國也知道啊 他從來沒有想過 哇 我把台灣交給你中華民國 結果你竟然 這麼爛還打了敗仗 然後還成為了流亡政府 還這樣子對台灣的人民 他有想過齁 要將中華民國趕出台灣 可是1950年的6月25號發生了什麼 韓戰 韓戰爆發代表什麼 當時已經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剛結束嘛 很多的國家是不是都有重傷 經濟各方面也都還在復甦 又爆發了韓戰 韓戰的話呢 美國呢他有一個立場 他必須反共 當時呢 當時的中國有介入 韓戰的這個戰爭 因此他絕對因為反共的立場 他絕對不能讓台灣落入 中國的手中 所以他為了要反共 他只能夠將台灣暫時交給一個 跟他立場相同的 當時找不到人啊 只有誰 蔣介石集團 所以美國因為反共犧牲了誰 犧牲了台灣 所以我們的秘書長林志森告美國 是不是剛剛好 是 還我們一個正義公平跟公道 我們被欺壓了70年 有沒有 有 有 很可怕喔 因為這樣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運氣很好 苟延殘船 活到了今天 70年有久嗎 很久啊 差不多啦 應該要幸運啦 所以美國也知道這樣的關係 他絕對不能將台灣交給 中華民國或者是中國 所以在1952年的4月28號 舊金山和平條約裡面 他簽訂了什麼 也就是我朋友有問我 你們舊金山和平條約裡面啊 不是有講嗎 日本啊 已經放棄了台灣澎湖的主權權利了 你們怎麼還說是日暑美戰呢 和約第二條聲明 日本承認朝鮮獨立放棄台灣澎湖的主權權利 請問 領土主權有沒有放棄 主權權利是什麼 領土主權又是什麼 主權義務又是什麼 這一個在法理裡面 有一點深奧 你如果要想的 弄得很清楚 你得讀新台灣論 可是這個大概簡單的意思 我可以比喻 譬如 這個教室的地主 當初呢 他把這個教室的土地 交給我用 他說齁 我都不管事 那你這個土地看你要幹嘛 隨便 我就拿來蓋了教室 然後拿來上課 然後經過了十幾年之後 這個土地就變成我的了 對不對 他不管喔 他都不管喔 而且他說全權交給我使用喔 都十幾年了 土地變成我的對不對 不對 有沒有簽什麼 土地的所有權狀有沒有簽 沒有 所以因此在就近山和平條約裡面呢 日本放棄的是什麼 管轄權 他只放棄了主權的管轄權 但是他殘留的主權義務 而且他領土主權並未放棄 他有沒有寫土地的所有權狀的割讓 沒有 因此我剛剛有講 在下官條約之後 一直到究竟山和平條約 一直到今天 沒有任何一個條款 有將台灣跟澎湖給割讓出去 因此台灣跟澎湖的領土主權還在誰的手上 日本天皇的手上 但是有人會說 不是有三個公報嗎 卡羅宣言破資產公告 日本詳書 這一些 三個公報裡面不是都說 台灣跟澎湖應該要還給中國嗎 但是 這是什麼 什麼叫單方面的認知 有沒有看到小朋友 他們在打吵架在打架 這個穿綠色衣服的小男生說 這個球啊要還給這個女生 這女生說球是他的 然後這一個很鎮定的 穿紅衣服的小男生 他就說 我跟你說啦 這球的發票在我的口袋裡面 球是誰的 紅色衣服的小朋友的 球是他買的嘛 台灣的領土主權的權狀在誰手上 日本天皇的手上 所以當時是什麼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在吵架嘛 美國說要還給中國 中國說要還給我 但是有沒有簽約 沒有 打架的時候 剛有尊勝 一切以條約為主 必須雙方面都認同 認知才能夠生效 是不是 所以呢就是一個什麼 故事啦 這個呢我之前都覺得 我們的台灣人很像跳蚤 有人就會說為什麼說我是跳蚤 你們知道嗎 跳蚤是世界上跳的最高的動物喔 他可以跳比自己身高高一百倍 啊這麼厲害的跳蚤 你給他做一個實驗 你把他放在桌子上 然後拿一個蓋子把它蓋住 然後你就拍桌子 跳蚤是會跳 跳 他跳很高他就撞到那個玻璃嘛 他會痛啊 你在拍他撞個幾次之後 他會不會降低他的高度 會很聰明喔 他就降低他的高度 跳矮一點就不會撞到 你就把蓋子喔 再換矮一點 你再拍他又撞到 然後再拍幾次他又降低高度 就這樣 你就一直把那個蓋子 越換越矮 越換越矮 換到接近桌面的蓋子的時候 你在拍請問跳蚤跳不跳 那他幹嘛 他用爬的 他就不跳囉 他就用爬的 你把蓋子拿開囉 沒有蓋子囉 你在拍請問跳蚤跳還是不跳 不跳 不跳了 這個跳蚤從此以後就變成爬蚤 喔 就不是跳蚤囉 他就被跳啊 這個叫做什麼 自我設限 已經沒有蓋子的存在了 你還不跳 這代表什麼 有沒有像現在的台灣人 很多人如果跟你講 台灣民政府即將執政 台灣人的生活可以過得比現在更好 你相信嗎 知道南海的石油為什麼不能採 美國不能採 中國不能採 日本不能採 誰可以採 如果台灣的國際地位正常化 有一天我們有機會變成殘油國 然後戴著那個阿拉伯的帽子在那裡飄啊 你相信 不錯啊 也是不錯啊 要相信一切都有可能 台灣的生活可以過得比現在還要好 我們不需要每年再去花幾兆幾兆那一些 政治獻金然後奉獻給美國買那一些爛的軍購 他們美國原本就要負責台灣的國防 那些錢省下來可不可以造福人群 可不可以建設用 台灣人以後會很有錢 只要國際地位正常化 因此什麼 秘書長林志森大家有看過 有看過嗎 2006年的10月24號 我們的秘書長林志森 裡面是萬國公法跟國際戰爭法 英文的原文書 他從裡面呢 跟他計較這個拼音 people有沒有S 多一個S少一個S 去計較這樣子才找到台灣真正的國際地位 所以呢 2008年的3月18號 美國華府聯邦地方法院判定 本土台灣人 people of Taiwan無國籍 這很重要喔 本土台灣人無國籍是什麼意思 如果今天我嫁給一個菲傭 我生下來的小孩是什麼 是菲傭還是台灣人 菲傭 是小菲傭 那如果今天呢 娶了一個菲律賓的太太生下來的小孩是 你娶了一個菲律賓的菲傭 取一個菲律賓的菲傭 然後你生下來的小孩是台灣人還是 小菲傭 小菲傭 可怕喔 因為台灣人無國籍 我們以為 他會是台灣人 但是台灣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喔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因此本土台灣人無國籍 有沒有突然覺得跟自己有很切身的關係 這很重要喔 然後2009年4月7號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定 台灣人無國籍承認的政府 台灣人生活在政治烈獄當中 台灣人沒有國籍承認的政府 大部分的人都知道 聯合國不能進去 為什麼 因為台灣國籍地位會正常化 中華民國又是一個流亡政府 他不是一個國家 而且他跟台灣也沒有關係 因此台灣無國籍承認政府 台灣生活在政治煉獄 什麼叫政治煉獄 大家知道你們拿的那一張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的背後右上角 有一個透明的條碼 剛才呀 那個代表什麼 從陳怡那個時候呢 有效的將公家機 將本土台灣人排除在公家機關之外 你有了解 他在辨別什麼 你是本土台灣人 還是你是他的人 如果你是他的人 考試就給你加分 讓你做公務員 大家有了解 大家知道馬英九跟秘書長 是同學 然後馬英九的讀書很差 大家知道嗎 還可以一直讀讀讀讀到哈佛 有沒有作弊 絕對有作弊 考試給他加分 然後呢 拿獎學金 誰的錢 本土台灣人的納稅錢 有辛苦喔 這樣被有計畫的排除在公家機關之外 還得養他們的難民 然後讓他們 讀到高知識分子之後 再來欺壓我們 很可惡喔 因此呢 2009年7月8號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受理本案 這是本土台灣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首次向 美國呢 最高的征服者美國 提出什麼 依照國際法 戰爭法 最近相和平條約 及美國憲法提出告訴 告贏了沒有 贏了 被告 美國政府代表國務院宣布 放棄抗辯權 2009年的8月6號 他放棄抗辯權 表示你們說的都是事實 然後呢 依照什麼 最近相和平條約行事 可是為什麼沒有把政權還給我們 擱置本案代審 告贏了啊 那政權為什麼不交給我們 美國說 好 我將中華民國趕走 請問 你有政府接掌政權 你有人嗎 剛無 沒有喔 我們沒有公務員沒有政務官 我們也沒有政府 因此美國說 協助你們先成立什麼 屬於本土台灣人的台灣平民政府 也就是台灣民政府 然後呢 你們必須訓練多少的公務員呢 我很公平喔 美國說我很公平 美國說我很公平 這個時刻 秘書長有講 現在進來的童心啊 他都說 丁世人有收好 有保備 有拜拜 不用再像其他的童心 等待這麼長的時間 你們即將可以見證 歷史轉變的這一刻 這是很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喔 所以呢 擱置本案代審 依照舊金山和平條約 規定刑事 所以在2011年的1月15 我們經過完成台灣公民權利法案 來合辦我們的台灣民政府的身份證 證明你的身份 所以沒有辦這一張身份證的人 趕快去辦喔 趕快去辦 這個很重要喔 然後這一張呢 在今年的1月1號已經全球194個國家都通用 你要進去美國白宮都可以用這張身份證 那個身份證拿起來 你這樣子看 還有12道防偽晶片喔 然後這裡有 USMG 也就是美國軍事政府所合發 所以是真的身份證 一定要趕快去合辦喔 要確認你的身份 那接下來我們還經過了什麼 台灣民政府有沒有 我們剛剛有同心說 自己看報章雜誌來的 網路上現在齁 很多都看得到我們的廣告 這個是什麼 媒體 是不是最敏感的 媒體這麼的敏感的情形下 他都知道局勢的轉變 以前不敢報導 現在呢 爭相報導 常常來問 你台灣民進戶要不要看我們的 看我們的報章雜誌 現在都要幫我們看喔 因為局勢的轉變 還有這是什麼 自由時報 2015年4月29 星期三 千人見走 走出台灣國際地位 正常化 這個是哪裡 台中州 台中州這裡有一個 訪問一個青年級的楊小姐 這就是我啦 重點是什麼 重點 當接受訪問的時候跟記者在聊 記者說 我問他啦 欸 啊你們來報導 為什麼之前有時候啊 我都會看到那個 報台灣民政府有時候 有一些負面新聞 他說沒辦法啊 你知道我們出來採訪之前 我們的主編啊 總編啊 上面啊 上司啊 都已經跟你講好了 新聞稿都寫好了 他要怎麼報導這篇報導 都已經指示好了 你只是去現場 跟他採訪一下 照個照片 回來 所以 你講的 對他來講 都不是重點 有沒有控制封鎖媒體 有啊 黑暗嗎 黑暗啊 這就是黑暗啊 從可以篡改 我們的歷史課本 就知道有多黑暗了 更何況 媒體這種小事情 所以為什麼現在會有正面的報道 出來 很不簡單 表示媒體知道局勢的轉變 中華民國不等於台灣 以假論真欺騙台灣人70年 封鎖控制台灣媒體 剛剛有講 你們知道嗎 有沒有看過北韓 我們看北韓有沒有覺得 北韓的人民很可憐 在現在這麼開明的社會裡面 他們還存在著這樣的封閉的生活 那大家知道國際的社會 看台灣呢 大家知道228的歷史事件 如果你去國外 查得到紀錄片 在台灣 查不到 你們相信嗎 因為你們出國絕對不會去查 228歷史紀錄片 對不對 這樣只是 我們自己不知道 我們沒有去查證 還是說 中華民國 欺騙我們 都是齁 都是齁 所以這是代表什麼 代表 不知道並不代表 它不存在 所以國外查得到 228歷史紀錄片 台灣 找不到 封鎖控制台灣媒體 捏造台灣歷史真相 包括現在齁 連妹妹都知道 一直在篡改我們的歷史課本 一直在給小朋友做洗腦的教育 一整年都要求他讀中國的歷史 很可怕齁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肇事選舉 你拿著他的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去投他的議員 投他的總統 就代表你要做他的人 你敢做一個流亡政府中華民國的人 敢不 不要齁 中華民國流亡體制內的政黨有哪一些 民進黨 國民黨 台聯黨 民國黨 親民黨 所有的黨派 全部都在中華民國體制內 民進黨登記什麼 中華民國民主進步黨 前面是什麼 中華民國 請問他有辦法跳脫有辦法脫離嗎 不可能喔 他沒有辦法救台灣喔 所以這個就是我剛剛講齁 政治能感 我政治能感到什麼程度 連新聞都報成這樣 我都不知道什麼叫流亡政府 中華民國 流亡台灣60年 裡面 蔡英文 流亡政府說 還發新書 新聞啊 結果呢 蔡英文流亡政府說 綠委的普遍共識 新聞也有報啊 啊不可能這樣我都不知道啊 啊就是一個流亡政府 結果那時候我還跟我媽講 我沒聽過 你看我有陷入 有沒有很多人跟我一樣 有啦齁 很多人跟我一樣齁 新聞齁 不關心齁 不看齁 流亡政府 沒感覺 大化新聞有講 美國說中華民國不是一個國家 K.I.K.M.T 中華民國到現在還在騙 都有報導啊 都有講啊 我們好像 就自己騙自己 不知道 沒看過 還有現在怎樣 台灣要被賣給中國了有沒有 有沒有常常在講 有沒有常常在講 可是呢 你看到這些新聞 你會有感覺嗎 一定要發生在自己身上才會有感覺 我就講我姊姊的例子 我姊姊呢 他就有一天跟我講說 我的公司快倒閉了 我說為什麼呢 他說呢中華民國害我的 我說你要有證據啊 他說我的證據就是 我姊姊的公司是在賣這個投影布幕 這個器材的 台灣的公司 那他們呢每一年呢 他們都會跟一些公家機關合作 像是學校啦 政府的單位 那政府呢每一年 他們都會撥一筆預算 撥一筆預算 給這些公家機關 讓他們有一些採購的費用 維修的費用 結果呢原本一萬多塊 砍七千多 再砍六千多 現在再砍 剩四千多 請問四千多可以買這個投影布幕嗎 怎麼會去 公司賠就賠死了對不對 可是如果今天學校的投影布幕壞掉了 還是得買他得跟誰買 可以去哪裡買 淘寶網買 去哪裡買 跟中國買對不對 就有那麼便宜的是不是 台灣的製造商 請問這一些 補助政府機關 這些公家機關的錢 是誰的錢 台灣人的納稅錢 老百姓的錢對不對 然後呢台灣的中小企業 沒辦法賺到這些錢 誰賺走了 中國賺走了 中國賺走了 有沒有從很小的地方就變相 在賣台灣 有感覺了嗎 我姐姐的親身的感覺 這個代表什麼 大大小小的政策 大制健保小制這種小小的政策 不是台灣人窮耶 不是台灣人經濟不好耶 是誰在搞鬼 中華民國在搞鬼喔 將台灣喔 一樣跟當時228事件 那時候一樣 將台灣所有人民的財產 變相的搬出去 有看到嗎 很可惡喔 所以 有沒有看過這個 有看過海綿道路嗎 有聽過的舉手 沒有 來 現在看到這個氣球有沒有 是不是吹起來的 它插在這個路上的這個小孔上面 然後它氣球可以吹起來 代表這個道路會呼出什麼 空氣對不對 它才有辦法吹起來對不對 道路為什麼會呼吸 來看到這個道路 這個道路啊 它上面有一個一個的小孔 然後下面一層一層的 像賣飯食這樣子的過濾水層 最下面還有一個儲水槽 如果今天下了雨 雨下到這個流下去 經過這個流到儲水槽是乾淨的水 如果將空氣流進去再呼出來 是乾淨的空氣 有沒有覺得這道路很厲害 有沒有 那這麼好的道路它有什麼功用 生態工法鋪的海綿道路 除水量可達70萬噸 台灣有沒有年年在缺水 如果這樣子就可以解決台灣的缺水危機 好不好 好 好 台灣為什麼會缺水 水庫一百年以上的淤積都挖不完 誰的錯 是台灣一年三艘物產豐饒沒下雨嗎 還是因為水庫沒辦法真的去水量 淤泥一百年以上挖不完喔 所以如果鋪置海綿道路 是不是可以解決台灣缺水危機 海綿道路做出的 除了通行呢 儲水降溫防災降低空物生態保育成本 比傳統的柏油道路還要便宜 所以全世界呢 三十幾個國家在徵求它的專利 但是台灣為什麼沒有普遍 而且全球三十幾個國家爭取它的專利 大家知道海綿道路是誰發明的嗎 本土台灣人發明的 有夠嗎 很厲害喔 這樣的優點的海綿道路 台灣為什麼不用 採購法 不是說採購法不好 而是現在的法律是什麼樣 如果今天我要選市長 你是財團 我就跟你講 我今天要選市長 你給我支持 你給我支持之後 我當選之後呢 我就把這一年的這個 道路的維修工程我都包給你 然後你沒有錢的時候 你就把這個馬路圍起來 海綿道路好對不對 那今天如果鋪了海綿道路 請問財團還有錢賺嗎 沒錢賺你會支持我嗎 不支持我我就當不上市長了 我跟你是不是官商勾結 有沒有官商勾結 台灣民政府執政以後貪污唯一 死刑 給各位非常好的福利 希望各位絕對不要貪污 要為台灣人民老百姓謀福利 如果今天各位你們在 初高級之前訓練上完 你們要選職務的時候 你們選了議員 今天呢我這個財團來給你學生 等一下海綿道路投票表決的時候 你要投反對票 我給你多少錢 請問你要不要答應 要不要答應 不要 要不要讓海綿道路通過 要 貪污唯一 死刑 為台灣謀福利好不好 你還敢相信你眼睛看到的是真相嗎 流亡政府中華民國要離開台灣 財軍行政院廢止案平潭島建設國共和解 這個梅花代表台灣參加大大小小的奧運 上面呢完全沒有台灣兩個字 Chinese Taipei 財軍呢你上網去打 隨便打財軍呢 他會有很多的上出來 一個正常的國家要不要國防 要 可是為什麼要財軍呢 原因是什麼 美國跟中華民國講 你即將離開台灣 因此呢 流亡政府在國際戰爭法裡面規定 如果你擁有自衛隊 12萬人以上 你在國際間就成為恐怖組織 因此中華民國要財軍 這樣會看新聞的沒 行政院廢止案你下去打 啪啦啪啦啪啦一連串的 不是一條兩條 一個正常的國家 需不需要很多的政策來執行 為什麼要廢止這麼多的廢止案 你隨便打一條進去 中華民國 國防部軍一條 組織條例 廢止 總統馬英九 行政院長這樣一話 正常嗎 不正常 因為他要撤退了 中華民國要撤退的地方用不到 所以政治台灣創造的是一連串的假象 有沒有看過這一個圖 知道這是哪裡嗎 哪裡的建設藍圖 平潭島 中華民國呢 現在剩下的領土就只有金門馬祖 再加上撤退的平潭島 平潭島它原本是一個很小的落後漁村 兩三年的期間要蓋得像這樣的豪華 科技大島 所以呢平潭島什麼 在挖台灣的人才要複製一個台灣 我爸爸是一個政治狂熱者 他那時候是不相信台灣民政府 看到新聞我問我爸爸 台灣人為什麼可以去中國大陸當官 中國大陸當官 我爸爸說 他也不知道 所以代表什麼 他們是國共和解 中華人民共和國跟中華民國 國民黨 兩個人的國共和解 因此跟台灣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呢 我們有一個學員 他是太陽花學運的學生 他來上課 我問他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要反福嗎 為什麼要反EKFA 他說不知道我愛台灣 那你為什麼愛台灣呢 我就愛台灣所以我去抗議 可是你有沒有看過福帽條款 他說沒有 我說那你抗議什麼 愛台灣 我說你這麼愛台灣 你沒有看過福帽條款 從頭到尾都沒有寫到台灣兩個字 你知道嗎 不知道 那你還抗議什麼 愛台灣 有沒有愛錯了 有沒有愛錯了 要愛台灣是不是要來台灣 民政府 因此 有沒有很可憐被衝倒在地上 有 EKFA跟福帽呢 都是人家的國共和解案 跟台灣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樣清楚嗎 因此 2015年是台灣重要的政治年 今年即將要執政 我們要做什麼 以後啊 這是日本的下水道 我們把它改成這樣 漂不漂亮 有漂亮嗎 好不好 這樣騎著都買就不會擲桌了對不對 是不是 不錯 如果今天啊 我們有一個機會來為台灣做一點點的事情 你要不要認真 如果你能對社會做一點有意義有貢獻的事情 這輩子不一定會有機會 可是台灣民政府給大家這個機會的時候要不要把握 要不要團結 要不要貪污 不要 我以為你們會要要要下去喔 所以 團結一致 來為台灣人謀福利好不好 有沒有信心 加油 謝謝大家